疾管局今天再公布四起流感死亡病例都是B型流感 而因为下个礼拜中小学就要开学了 疾管局特别提醒家长跟老师 务必让生病的学生在家里休养 避免他们相互感染 扩大疫情 这四名死亡的流感病例都有慢性病史 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有50人死于流感 确定病例超过900人